我今天非常榮幸能夠代表聯證署來參加企業服務聯證平台的一個座談 那首先要感謝台南市政府提供這樣子一個溝通的平台交流 齊聚了我們光電以及綠能產業還有機關的代表們 針對企業誠信、檢證變明、公司協力以及永續發展這個議題做一些交流討論 那聯證的一個工作需要我們公司部門一起的合作 那台南市政府一直以來都非常致力於這個重要聯證政策的推動 剛剛市長也舒服提到這個對重大的工程採購 我們台南市政府先後成立了七個機關採購聯證平台 目前已經有接待去完成了有三個 那另外呢在去年我們推出示範這個集業服務聯證平台 台南市政府也率先響應來推動 對這個市府對重大聯證政策的支持還有肯定 我們書裡面非常感謝 那我們台灣呢為了要這個接軌國際這個聯證的治理 在2015年我們把這個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施定為國內法 各位知道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是國際這個聯合國大會通過的 雖然我們不是聯合國的會員國但是呢我們自主實踐來推動 而且經過兩次的國家報告會國際審查 各位知道這個在聯合國反貪腐公約他非常強調師部門的這個反貪腐 在整個國家聯證治理上是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所以這個聯證的一個治理呢需要公部門跟師部門一起來參與 那經過兩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 在第一次的時候這個國際的審查委員也提醒我們台灣政府 對於這個要注意師部門的預防措施 尤其是師部門在日益是受到這個貪腐的威脅的情況下 所以我們聯證署在前幾年就開始 跟我們各個主管機關師部門辦了許多的這個企業人性的論壇也好 或者是倡議這個法尊以及這個公司治理社會責任的相關的這個座談 那這樣下來我覺得還不過 所以我們也辦了一些提升減政便秘提升行政效率的一個 所謂的圖理便秘的一個區變的一些座談會 在這裡呢讓我們的公務員能夠勇於認識 讓我們廠商還有公司部門提升這個法治的一個觀念 去變這個圖利便秘的一個能力 所以這樣下來我們在國際的聯證評比也獲得初步的一個成效 各位知道今年的國際透明組織 它所公佈的2022年我們台灣在180個國家地區裡面 台灣在世界的排名青年度排名是25名 連續2年25名 這是相當不容易的成績 這也是各界包括在座的公司過門學界一起共同努力 除了這個國際透明組織的這樣子的一個評比 各位還可以參考兩個指數 第一個指數是什麼呢 就是經濟自由度 今年公佈的經濟自由度在184個經濟體 台灣是排名第4名 僅次於新加坡、瑞士跟愛爾蘭 另外一個指數也是6月在公佈的 就是世界競爭域 洛杉磯管理學院公佈的 台灣是在68個受評的國家地區裡面 是排名第6名 在亞洲僅次於新加坡 所以想見台灣在這方面這幾年的努力 確實是受到國際的肯定 那聯政署呢今後會持續的來結合我們各界 尤其我們推出了這個企業服務連政平台 一開始的時候我們私底就有 有把這個企業服務連政平台的精神 已經有做初步的詮釋了 我們會加強這個方面的服務的觸角 做一個溝通的橋樑 讓這個我們國家的整體的投資環境 還有經濟的競爭力來提升 我預祝我們今天的論壇 大家收穫滿滿 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富裕 謝謝 謝謝